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到台湾非常知名的开云大师 詹维忠 欢迎大师 主持人 大家好 生意兴隆 平安喜乐 苦苦成为 好 老师我们今天的虎年大运程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十二生肖的最后三个生肖 就是鸡 狗 猪 我们先来看看鸡 属鸡的朋友 在虎年的运势如何呢 好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的是 还不错喔 身体健康 然后要大家多多的重视养生 充足的睡眠就可以保持平安 对 讲到鸡 应该讲 鼓咕咕咕 嘎咕咕咕咕 这样一圈才会深刻 好不好 十二生肖弹的时候要配一点动作 老师 那你都会数到猪的部分呢 配合度一定要高 他印象才会深刻 因为其实身体有疾病 生老病死是难免的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每一年都会有病痛 那如何在这个病痛当中 来提醒不同的生肖 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功课 那我们说到属鸡的 因为各行各业 不同年龄层的鸡 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危机 譬如我们所说的 可能有是工作病 那工作太劳累的鸡 你是不是要注意到 不要超时工作 那么工作的同时 要记得定时定量 睡眠要充足 也有可能是远行 我们所说的 在外地工作的 叫做运输工作的鸡 还有包括时常要 疲于奔命外出的鸡 那么这个生肖属鸡的人 针对到病痛 我要提醒你 交通的安全 是不是更加要谨慎 也许你有属鸡的爸爸和妈妈 在这年当中 他们的身体 可能有小小的旧疾会富然 那么你提醒跟保养 还有养生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亲子关系来看 家中所有的生肖 都有可能产生记忆的变化 那么这时候要提醒 小孩子的感冒 包括夫妻 太太的父女疾病 先生的生活习惯 饮酒 做热 过度 也是产生我们所说的疲劳的问题 都要小心翼翼 步步为一 所以讲到病痛 最可怕的就是忧郁 躁愈 怎么办呢 睡眠 只要有很好的睡眠 忧郁 躁愈 我觉得都能够做更大的舒缓 大师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还有现代人 常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常常睡眠障碍 他们就睡不好 才导致后面很多什么忧郁 等等的状况 对啊 像睡不好的原因 有的可能是白天睡太饱 有的是烦恼比较多 你跑去多运动一下 或是让你体力能够消耗的情况之下 或偶尔在嗜渴的情况下 多加个小班 给自己阅读一下 听个音乐 我觉得都有帮助睡眠 真的不能睡眠 就只好靠医生的建议 一定要维持好的睡眠 才能够远离忧郁多虑 当我们一个人 为什么会忧郁多虑 因为他的灵魂跟肉身产生了脱节 包括家户病房 包括病重的人 包括家人有离异的人 包括感情失落的人 酒醉的人 都会灵魂肉身脱节 包括睡眠不足的 这时候你要远离病痛 就要保持很好的一个充电机制 人就像手机一样 没有睡眠就没有充电 没有充电就会 不能使用就报销了 其实不难 所以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借这个单元能够了解到 病痛不可怕 可怕是你不去承认它 不去面对它 那么就是病痛的开始了 那包括生活习惯 肝病 胃病 都是造成一些有前因后果的 鼠肌的要注意 好 所以鼠肌的朋友 记得要保持好充分的睡眠 还有适当的运动 都是非常好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我们来看的是 鼠生肖鼠狗的朋友 感觉也不错 财运亨通 投资成功 获利可齐 然后至今周转获达财源广进 恭喜恭喜你 属狗的 那也许你不是属狗的 有11个生肖没有是属狗的 多跟狗接近 要找好狗 好不好 有的是 如果是我妹妹属狗 多跟她亲近 那她如果生活习惯很好 学识各方面都很好 为人很端正 就抱着她大腿不要 抱着 如果她是一个不太努力的狗狗 那你就要提醒她只能有横财 但不代表有正财 那你的员工有属狗的 也可以家里利用她的才华 增添你的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辅助事业的钱财 所以属狗的钱财运好 不是叫你去赌博 是在理财方面 投资方面 其实是有获利的 譬如说明年股票可能会下滑 在低点去买 跟狗买低点 慢慢慢慢 一定会慢慢起来的 而不是投机 所以钱财运得好 要懂得把握之外 在风水里头 大家最喜欢聊的就是财库 风水财最快 福报财稍微慢 像我出书的版税通通都捐给 所以福报财 福报财 基福德做善事 你不找钱 钱会找你 像我们就做善事捐大一 给游民 你不做善事怎么会有钱呢 叫福德财 第二个赚钱其实不难 但你如何去守财 所以在居家风水里头 大家很很 实际上看到我的风水节目 什么叫财库 两个墙交接处 这边是不是有门 那边是不是有窗 这两个墙交接 这里无门无窗无走道 这就是格局财库 有了格局财库 你才能够输狗的 或包括所有生肖的 在格局财库这个位置 是很安静的位置 老师我问题 就是两个门的中间 这就是格局财库 那如果我今天这个 我今天可能就看过去 有两边的话呢 那是没有财库 所以财位有远方财 有山水财 有靠山财 有信仰财 有格局财 你刚说那个 像美国的房子 美国的房子 客厅好多窗子 我去美国演讲过四次 客厅都窗子 好灿烂好阳光喔 挫起来的时候还欠国家钱 都不存钱了 你不存钱不是你不好 但这种习惯就是这种格局造成的 所以中国人喜欢两道墙 一个门一个窗 这两道墙的交接处 就是财位 有的财位不代表会发财喔 代表你有口袋 那你口袋放了什么东西呢 可能放的是用过的卫生纸 也可能是垃圾 是 老师问问题 那这个财位我们要放什么 很多人都会说什么 放水晶洞啦 这种 水晶洞 是因为这里有破洞 才放晶洞 形成一个纳财 你可以放鱼缸 或放水流 放钱进去 叫做水流财 滚水财 你也可以放盆栽 水木相生 盆栽长得好 钱财自然好 盆栽枯萎死亡 代表你有破财的危机 你也可以拜你信仰的 造财猫 或是财宝天王 等等的 或财神天诛 那么你供他 花香 果香 茶香 叫做信仰财 也可能再翻山水画 让山水的水流往这个地方 叫做山水财 所以你要发财不难 但你基本上一定要有个 格局财库 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你说 那就等于是说 不会局限在只有客厅 所以我只要我房间 是这样的格局 都算是格局财库 我帮别人看风水的时候 我都是以客厅来望全家 那不然你房间 如果你房间卧室摆一个 弟弟摆一个 妈妈摆一个 姐姐摆一个 我要摆四个财位 很苦 所以是以客厅为主 那卧室是以床 床放得好睡得好 就会有健康财 它有体力走到客厅来会客 所以客厅为主 千客万来 贵客一门 客厅客厅客厅 我们不就是要赚客人的钱吗 客人来不在消费吗 合理吧 是 我们先非常谢谢老师的这个风水天方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来十二生肖 最后一个生肖 属猪的朋友 好 属猪的朋友 在五年的运势如何呢 感觉也很好喔 求职可成 无子登科 生育生殖 生命有提升 小孩互动运势也很好 属猪的叫做六合 六合正好走到子女宫 子女宫代表的就是 老的年纪大的猪 代表五子登科成欢西向 新婚的猪代表受孕成功 传承后代 年轻没有结婚的猪 代表房事 床事顺利 性爱圆满 所以今年我很羡慕属猪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身体健康 在那方面的活动 特别的热络 但是在那活动的同时也要负责任 所以属猪的身体健康 让身孕能力提升 然后要有一个后代的延续 也是加分的 也代表新婚前恋爱中的你 能够让对方如鱼似水般的 如鱼似水之欢 也能够得到满意 所以大师让属猪的朋友 在今年的桃花运就不错咯 如果照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讲到重点 桃花有主动桃花 被动桃花 还有肉身桃花 还有兴趣桃花 还有职场桃花 还有远行桃花 它比较属于是 属于一夜情的桃花 这种属于我们说的叫做 瞬间的卸垢 瞬间的来快去快的 要稍微有所谨慎 大师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生命有其身 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指说我的价值观 还是各方面 两个部分的生命体能 就是一个传承 这是讲好听话 那如果很多人说 老师我怎么 好像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 那就卡到几个问题 可能是你的卧室的气场 或太寒冷 有的卧室太寒 这个都有原因在里面 是 老师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属足的朋友的工作运呢 它本身就是属于工作运 如果是你讲到工作 一定要跟小孩绑在一起 如果你的工作是小孩的传承 那么代表以子为贵 借子之利 而使事业提升 那如果是你小孩太读书的话 你会以子感到骄傲 因为小孩的成绩 让你觉得余有荣焉 如果跟小孩并肩作战 打拼事业的话 一起开店的话 也可以借力实力 多尊重对方 那么这个是子女跟事业 绑在一起的一个最好的权子 那老师那这样子 这个属猪的朋友 这个金钱运的部分呢 属猪的金钱运的话 我觉得它本身 所产生碰撞的 不像属狗的这么旺 它比较属于是家人和乐 亲子关系互动加分 那么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说的就没有家和万事心 那么家人的互动 亲子关系好 和和乐乐的 当然钱财运就有了 就是可以我们说的 家族财 家人财 家人和乐买房 创造事业 都是一个属于 并肩作战的好财运 所以那大师 那属猪的朋友 在健康的部分呢 属猪的话 因为它本身 你也知道我刚刚所说的 谁可在舟 亦可复舟 因为房市顺利 但是量力而为 有时候 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 免得妇女疾病 或是泌尿系统的 受损是有可能的 今天谢谢大师的解析 还有建议 十二生肖的运势 已经全部讲完了 明天的虎年大运程呢 就要带大家聊的是 生肖的开运法 想到了精彩 千万不要错过了